今天有好朋友他們想要上一些有關於 汽車動態包含推頭、甩尾這種 就是車輛的一個突發狀況的概念 所以今天我就用這一堂課分享給大家 那我們開始上課囉 剛剛沒有兩句 減速的特別多 因為over的很多 這個狀況可能蹦會撞到 所以想一下 等一下呢 我們在輕輕壓剎車 不是重踩下去 重踩下去的話說什麼 對 可以 但是這樣 很奇怪 因為很多的賽車 基本上在開的時候 像我開那個TCR 那個比賽車 什麼都沒有 不是在裡面你會覺得很空啊 整台車都是很空的 很滑 所以很多人說在賽道裡面很滑 這是實際的 在賽道裡面就是滑 必須從很滑的車子裡面去尋求一個 讓我們覺得 最好的抓地力 對 更快的回復抓地力的感受 所以今天要做的部分的話 我們要先暖身 每次在場地練習一定要先暖身 不是身體暖身 是習慣 這也可以 但是是要習慣 開車的暖身 暖身就是做煞停 習慣的部分的話就是重煞車的感覺 先不要彈這個平順起步就好了 好OK 好了我們出發囉 來 有 然後加速了之後到這邊緊急煞停 讓車子完全停下來 去感受這個距離 有時候呢 做這個熱身也是提早讓我自己知道說 這個晃動會這麼大 然後跟S型 這個是S型 那每一錐的間距是12公尺 沒有算很寬 但是不會讓我們覺得綁手綁腳 但是在過程當中去體驗一下 那車子是推頭了 還是很好過 還是說覺得屁股有點壞 S型有一個重點 可以加速的地方一定要加速 該減速的地方一定要減速 完全煞停 所有的彎道 剛剛那就是過五個彎 進彎之前減速 轉向 油門 這個概念都一樣 所以為什麼要熱身 因為我們要先把這個 在車道裡面的感覺抓回來 我都沒有感覺到有煞車 有有有 感受一下 可是我沒感覺到煞車 我才不想說 那剛才是 有煞車一定要踩煞車 好 有 有 有 停 有沒有覺得轉向的動作好像有點小 好像在轉身的慣性 好像沒有剛剛在做我開的時候那麼大 對 方向盤角度太小了 我打得太少 對打得太少 然後該減速的地方要減速 這樣才可以有充分的加速 好 OK 走 下游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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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沒有下游 沒有下游 油門踩下去 加速一出來就好開了 轉向的部分你的方向盤角度是夠的 可是你的加速不夠 方向盤角度只要到位了 開始轉 停 油門就要下了 就要補一下油門 不然的話 前段的話你是在轉向 可是後段你並沒有出彎的感覺 所以方向盤角度到位的時候 要踩下油門讓車子出彎 所有的彎道的話都是減速轉向加油出彎 踩油門 對 轉過去 對 轉過去 然後開始踩油門回正 然後減速 轉向 踩油門 對 再回正減速轉向 好 裝一下那個感覺 熱身的話大概開3到5趟 覺得OK差不多了 就夠了 如果你對賽車跑山路或者是任何的汽車競技有興趣的話 可以訂閱這個頻道 關注我們 那接下來跟大家分享更多的賽車知識 好啦